台铁泰鲁隔号事故造成50条人命的消逝 引起全台关注 列委刘正好 7号上午在立法院咨询交通部长林佳龙时 代表台东民众表达强烈的悲痛与怒气 要求台铁要负起所有责任 落实改革并在两年内完成沿线监测警示系统 给所有遭遇事故的民众及家属一个合理交代 台铁在2号发生的泰鲁隔列车重大事故 50条的人命因此消逝 这也是三年来发生的第二起重大事故 列委刘正好7号在立法院 以沉痛的心情表达台东人的悲痛与怒气 强力要求政府应该对台铁进行总体检 全力落实改革台铁的决心 真的是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面 发生这么惨重的交通事故 我相信除了家属之外 更多的台东人心里面除了 说不出来那种沉重悲痛之外 铁路局自己的列管的事故 列管的事故 这两年来没有减反而真 以109年来讲 平均一天 也将近1.7件 铁路局这件事情 我相信他已经没有办法靠他 内部来自我管理了 因为民众对他的信心已经完全的 没有办法建立了 我再举个例子来讲 4月2号 4月2号案发 就是事发当天晚上 部长你辛苦你整天都在花莲 那本席也在花莲 4月2号当天的晚上 至少在 我离开花莲殡议馆 晚上差不多9点的时候 铁路局哦 只派一个地方的副主管在现场 快9点离开的时候 铁路局只有派一个地方的副主管在现场 他也没有办法做决定 也没有设立一个 这个叫铁路局的关怀中心 来帮忙一团 热锅上的蚂蚁 急得要命的家属 至少要去陪伴 或者解决他们交通上 住宿上的问题 没办法的啦 所以这个已经不是一个个别的问题 这是结构性的问题啦 台铁的改革 它已经我们对它 基层的员工都很辛苦 大家很卖命在工作 但记得结构 超过100年的结构 我们没有办法期待它 能够自己去改变了 所以现在大家提出很多 无论是要民营化 公司民营化 或者是公司民营等等 简单那个结论 需要外部的力量介入 这个外部的力量介入 无论是民间 或是提高到行政院层级的 才有办法 让这个原本大家认为 应该要最安全 最依靠的一个交通运输系统 让大家可以在安心的当搭车啦 有赵要强调 接连发生重大事故 民众对台铁彻底失望 唯有靠政府的大刀阔斧 让台铁重新出发 才能够挽回民众的信任 记者判军委台东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